Hello 大家好,我是飛俠 今天想為大家介紹鞋墊 為什麼會介紹鞋墊呢? 因為我最近有些朋友 就知道有些鞋的抗扭不是很足夠 他說不如你貼碳板在鞋墊上 會加強了剛性很多 我說其實抗扭的東西最重要是 真的令整個鞋的造型 保持一個足夠的剛度 即是令到它可以保護你的腳 如果你動得太緊要 即是它扭動的時候鞋頂不順 就扭到你的腳去到 譬如我們這些 即是快要四十的 那根本你扭動得太厲害 我的腳是頂不順的 那不是說你真的要強激烈這樣打 那其實你反而 這些人打得越激烈 反而沒什麼的 因為呢 它的肌肉強度長期適應了 那如果你說 有空打 打一下健康波 衛生波 有空打一下激烈的波 即是在這個 來回的過程中 你的確是有機會 突然間 可能要 即是提升一些狀態 或者提升一些比賽強度 那你就會糟糕的了 那因為很多時候 你尤其是切入 那你迫起了人 喂 難道迫起了不過嗎 那這些很難做到的 你一定會 即是迫起了 你一定會是 即是加了力的 尤其是你比賽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些緊張 你將心態上 即是腎上線索都上去 你譬如一迫起了 一切入那一下 你一定是比平常正常 就再大力一點 那你 你 好像這樣 可以 扣歪一下 扣一下扣一下 扣著進去 就說 如果不是呢 你一動就黑黑的了 那我就呢 見到這兩款鞋箭 覺得很過癮 因為呢 兩款鞋箭呢 在中間呢 都有陷入式的碳板 那這個特色 即是它的一大特色 那這一款 professional sport insole 它的底呢 像一款什麼呢 就是我之前呢 曾經介紹的一款 它是燈粒鞋箭 那其實呢 它也是用鋪籃的 前掌後掌的 的 避震的 那你這個呢 這個特色就是 前面這位呢 就很軟的 即是譬如前面那半個 即是你這個 前掌它的足弓位前面 都是很軟的 那再加上 這個的緩震 是比較大 那這些線呢 就給你剪 什麼尺寸的 這一款呢 我就買了41-45 可以剪的尺寸 那你想想 如果剪到40 那些就很軟的了 我已經剪到這裡了 真的不知道 是等於什麼了 那我想 如果43 就可能會合理一點點 那這個 就譬如前掌的位置 Polon呢 其實我覺得都幾厚的 算是 算是厚身 和Made in USA 這樣 即是美國的東西來的 那後掌的位置 Polon也算大的 不算太細 但這個 封巢式的 啫喱呢 其實 我想會緩震程度 也有少少的 不是說沒有的 那只不過後掌 要再加強少少的 即是變了就是什麼呢 前掌一個 一個避震 後掌一個 後掌一個避震 再加中間一些 啫喱狀的網紋 包住呢 這塊東西才是 今次的重點 這塊東西應該是 真是 真是坦白 為什麼呢 因為 扭動的時候 完全是沒有什麼 真是很實正的 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 雖然它沒有什麼 特別做了 一些轉彎位 其實如果一塊 碳板介 裝上去 是相對容易一些 有時候 為了 碳板 或者加強的光度 其實中間做了很多 TWIST 它每一個TWIST的工序 其實令到碳板的 製造成本 貴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單一塊 這樣的長方形碳板 當然只是 割出來 成本是低 但是這塊碳板 我覺得都不算薄身的 一按下去的時候 完全扭不動的 所以你可以預期 它中間的橋位 那個支撐 是突然間 應該會大了很多的 這一點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當然要穿一個鞋 才知道這個 我純粹目測 現在的情況 這個位置 就很硬的 它的橋位 竹弓位 上面的保護 我想是一個 屬於正常的竹弓 你當作是正常腳著 如果你本身有扁平竹 或者是高竹弓 可能就未必是對的 但是這個竹弓位 我覺得做一個位置 都可以 看上去 後鞋的HILL CUP 都是做回弧型的HILL CUP 所以呢 這一類型的鞋子 通常都是貴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做回HILL CUP 讓你坐下去呢 是坐得穩陣些 你的腳的走位 亦都會少些 這隻的網面呢 理論上呢 是沒有那麼滑的 我現在摸起來呢 都是有少許絕的 絕的情況呢 就是尤其是 當你穿了精英物 或者普通物的時候呢 這種球體的網紋呢 通常都會絕著你的腳多些 那你就不會那麼怕 在裡面走來走去 尤其是可能 就是HARDON 那些現在的情況呢 可能換這些鞋子 都會比較適合的 那它唯一最大 就是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試這塊 究竟 真的換了下去的鞋子 又多硬正 那我想我主力都會試 可能是 這個 DAME 6 啊 試一下 PG4 那我試一下 尤其是PG4 最明顯的 因為原本可以扭來扭去的 那如果加上這個鞋子 究竟 會不會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它的避震本身就夠了 那用這一隊是否正確呢 那可能還有另一款 那另一款 就叫High Speed Insole 那High Speed 為什麼High Speed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色的 High Speed 不是真的什麼 它物料上是不同了的 它物料上 這隻物料 是明顯比這隻硬身一點的 前掌部分是沒有POLON的 後掌部分的POLON應該的尺寸 是差不多大小 應該是同一塊 那它變成 就是前掌是沒有東西 後掌就是POLON 那它那個 碳板的位置 是大於這塊的 你留意一下 是不是 你看到 現在很清楚 這個位置 那它用一塊大一點的碳板 那所以呢 它前掌的位置 因為沒有了一塊POLON 是特別薄身 所以這個Cord Field 這隻一定會好一點 而中間的位置 那個補強 碳板再硬一點 再大一點 而這隻本身 這隻矽膠物料 這隻矽膠物料 是硬身的 所以這隻 這隻一定會來得反應快一點 而後掌 就看回你本身的鞋子的避震感覺 那如果這一款鞋子 我相信可能 譬如像Kairi 那些 就是只有前掌沒有後掌那些 可能你用下去 效果就更加明顯了 因為Kairi是前 就是中間沒有TPU 而後掌是沒有ZOOM 那所以呢 可能配搭在Kairi 6 Kairi 5 那些 那這一款的 high speed 可能呢 就令到Kairi 整對鞋的觸感 就再提升 那我不知道 會不會去到連 就是Kairi 5 那些 那些 都會有良好的效果 那但是 譬如 現在有很多前掌ZOOM的系列 譬如以前的PG3 PG2 1 0.2 0.3 那 0.3 可能這隻會好一點 那我認為0.2 0.3 如果純粹以前掌ZOOM的系列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隊 會不會幫到你 因為它前身前面薄身後面有鋪黃 再加上中間的有碳板的支撐 可能會令到整個鞋 的Performance 又會再上一層樓 那我所以呢 就 會特別推介給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 真的想等我先試一下呢 那你可能要等幾個禮拜了 因為 現在呢 就算我剪鞋子去試 試都要時間的 要試一下幾隻鞋 那可能呢 出的片來都幾個禮拜了 那不會這麼快的 那所以呢 要看你等不等得了 那 那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覺得見到一塊碳板都要買的 那其實淘寶你上去打 即是Sea Pool 鞋戰 那可能已經有了 如果真是很不想自己找的 那你就問我到那裡拿 那我就Post一條連結給你 那我就 不想特意Post一條連結了 那你看看 因為它有幾 有不同的間數 那我就是不同的間去買這塊東西 那可能有時候 有貴有便宜 我免得我Post一條連結 那你說這間便宜 那一間便宜 那我就不太想 那所以呢 除非說我真的很想知道 當然在哪裏買 我在哪裏買的 你不介意 那有便宜有貴的 那你可以 我就Post回給你 那就是這樣了 那我就會之後慢慢試 那就是 我都會等到一些 即是不同的鞋款裏 試一試的效果是怎樣 我最擔心的是 剪了鞋子的鞋型 搞到 進到其他鞋子走來走去 尤其是 Editus 和Nike 現在的鞋型 我這個便最擔心了 那 這個 就到時想想怎樣玩 那看看 究竟哪一對需要多些 我會再測試鞋本身 哪一對 先天性問題大些 那再 希望等到一對更加適合的鞋去試這塊東西 那anyway 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 our channel 按一按三按三按關資訊 拜拜